小朋友好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 国语习作92页日记练习 读一读 下面哪一篇是日记的格式呢 在空格里打勾 来第一篇 今天我去图书馆参加作家有约的活动 然后点点点删决号 表示后面有很多的内容被我们省略了 好我们知道哦 日记一定要有日期 那第一篇文章他没有写日期 所以他就不是日记的格式哦 接着第二篇文章 小美今天我去图书馆参加作家有约的活动 助学业进步小林6月15日 第二篇文章他有写日期 可是啊他一开头就说小美表示 这一篇是要写给小美的书信哦 这是小林写给小美的信 所以他也不用打勾 他是书信不是日记 接着第三篇 6月15日星期日天气晴哦 他有写日期 接着他说今天 我去图书馆参加作家有约的活动 然后点点点省略了 三节号省略了后面的内容 他有写日期表示 他其实就是日记 那我们就把他打勾 接着 第四个 表哥今天我去图书馆参加作家有约的活动 然后点点点后面都省略了哦 小林6月15日 然后第四篇他虽然有写日期 可是啊他一开头就说表哥今天我做了什么事 表示这一篇是要写给表哥的书信哦 这是小林写给表哥的信 他不是日记 所以第四个就不用打勾 接着看到九十三页 参考插图和提示 练习写一篇日记 我们看一下这个插图画了什么 这是个晚上然后月亮非常的漂亮 天气非常的晴朗 接着哦 这里有很多大人小孩哦 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来了哦 他们来逛夜市 夜市里有卖什么东西呢 这里有卖红豆饼 有卖 衣服 有卖 鞋子 有卖汉堡 有卖 有卖这个热狗 还有卖 玩具小汽车 机器人 帽子 明花糖 三十五元的烤玉米 这里什么都有 真是热闹 好我们来写一篇日记哦 一开始日记要先写 日期 我们就写 六月 二日 星期四 然后这天 天气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写天气晴 天气非常好 才有办法去逛夜市 那今天 金看到这里他就是有提供一些提示 今天和谁一起逛夜市呢 我们就写今天 我和 我和家人 逛夜市 或者你可以写 我和 妈妈 或者是我和爸爸 或者是我和哥哥 逛夜市 都可以哦 然后 记得写上标点符号 豆号 夜市好热闹 然后这里 惊叹号 他又提示我们 夜市里有什么好吃 或好玩的呢 我们看一下哦 刚才我们看到的 红豆饼 然后 卖衣服的 还有运动鞋 还有玩具 这些好吃好玩的 我们都可以写进去哦 那我们先写 有麦 红豆 饼 然后 还有什么呢 炖号 还有 烤 玉 泥 炖号 棉 花 糖 因为东西才太多了 所以 我们也没办法一一列出来 那我们就用 三节号 点点点 点点点 然后 豆号 这个 三节号歪掉了 看一下 三节号有六点 然后再加一个豆号 老师改一下字体哦 老师看一下有没有注音 让你们可以 可以认识一下 注音 有没有注音呢 有 那这些食物中间的红豆饼 烤玉米 这中间用 顿号隔开哦 同样类型的东西并列的时候要用顿号隔开 那三节号是因为 有 很多东西被我们省略了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写不进去 所以用三节号 把它省略了 接着 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都写吃的哦 那我们看有没有其他东西不是吃的 比如说还有 玩具啊 小汽车啊 衣服 那我们就写 还有 一 符 顿号 玩 句 句号 玩具的句 中间是三横 不要写错哦 最后 最后 他提示我们说 你有什么感想呢 好我们就写 我觉得 夜市真 有 去 句号 或者是夜市真 好玩 都可以 那你要写好玩 还是 有去 或者你有什么想要造的句子 都可以写进去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自由 发挥 那么国语习作92页跟93页就完成了